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的最新消息 那么中东方面刚刚获得的消息 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黎巴嫩作战 这个是以色列特种部队在黎巴嫩作战的第一张照片已经出现 这是特种部队,以色列特种部队拍摄到已经进入黎巴嫩境内 这个特种部队拍摄画面可以看到 特种部队沿大陆前进 据媒体证实,以色列军队是现在沿阿尔哈亚姆平原进行渗透 而且进行这种特种部队的行动 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宣布与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地区为军事禁区 梅图拉,米斯加夫,阿玛,卡法尔,吉拉底地区 这三个地区被边境封闭 也说不允许社会人员进入 那么以色列特种部队可能是从这个三个口岸进入到了黎巴嫩 以色列国防部的新闻局已经证实 那么以色列特种部队已经先于其他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境内 未来几个小时,以军大规模地面行动可能会开始 这美国的媒体也已经证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已经证实 以色列未来几个小时内将进行地面行动 特种部队已经先于其他部队进入到黎巴嫩 以色列目前部署有五个旅在黎巴嫩边境 但是可能会有三个旅进入黎巴嫩 其余两个旅可能做备用 不会进入黎巴嫩 这是1978年到2000年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 多次离以战争 以军行动的这个方向 可以看到 以军控制的几个区域 所以这次可能也是沿着过去几次离以战争 这个主要路线 向贝鲁特方向前进 那么今天以色列方面还大规模轰炸了黎巴嫩逊尼派的阿尔克拉的一栋高层建筑 摧毁了逊尼派准军事组织伊斯兰 甲马派秘书长 和奥德已经死亡 10月7号以后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大规模的行动 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珍珠党 逊尼派巴勒斯坦的右翼组织 也形成了对以色列的统一战线 另外呢 珍珠党也证实 黎巴嫩南部 珍珠党的指挥官 阿里卡拉基已经死亡 路透社说 这个纳斯鲁拉的尸体被发现送往医院 纳斯鲁拉的尸体没有受致命伤 可以看这是以色列的钻地带 也说纳斯鲁拉到底是被以色列炸死 可以看这是纳斯鲁拉的尸体 运上地面的现场视频 他的尸体没有明显的伤痕 这个钻地带非常深 那可能是脑震荡或内脏器官受损 因为他外部皮肤表面没有任何损伤 可能是这个冲击波 导致了他这个缺氧 休克死亡 伊斯朗伊三革命队的前指挥官 叫希迪将军也表示 是珍珠党已经完成了指挥组织的更替 目前已经任命了新的领导人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领导 今天伊朗方面和中东方面还有一个消息 黎巴嫩政治党的领导人可能 还有一个接班人是卡西姆 就是画面中谢赫·纳伊姆·卡西姆 他可能接替纳斯拉 现在都没有正式的宣布 卡西姆是1953年出生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是作为黎巴嫩的政治派别 阿迈勒党的成员开始政治生涯 后来加入了珍珠党 作为黎巴嫩珍珠党最早的创始党员之一 92年 91年任副秘书长 92年2月任秘书长 也是该组织最高领导人 那么在穆萨维被杀以后 纳斯拉接下赴秘书长职务 所以他是一直与纳斯拉合作 卡西姆获得了黎巴嫩大学化学学士取位 也是舒拉委员会成员 他出版了十几本关于宗教政治的书籍 另外他还有个YouTube频道 而且他在YouTube频道 他也是每天给大家介绍时局 有兴趣可以搜一搜他的YouTube频道 那15年的时候 俄罗斯记者曾经非常罕见的采访过他 拍摄了这张照片 当时卡西姆被视为珍珠党的二号人物 所以他当人是副秘书长 那俄罗斯这名记者的回忆 卡西姆是英俊老人目光锐利庄严 除了网上的活动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地堡里 防止被以色列暗杀 所以他在实际上 也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4年6月14号 与另外两边珍珠党高级官员一起 在黎巴嫩南部戴尔卡努 以色列空袭中成功逃脱 珍珠党发言人称建筑物是空的 卡西姆目前还活着 卡西姆他是和纳斯罗拉的一个儿子 可能会争夺现在这个黎巴嫩珍珠党 这个党内的权利 所以现在呢 这个珍珠党确切的这个继承人 现在还未知 以色列现在呢 也对珍珠党未来的这个行动非常关注 除此以外呢 黎巴嫩的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 他这个亚新学校的校长被以色列方面击毙 这个校长也被击毙 校长呢 是谢里夫 他也是黎巴嫩哈马斯领导人 哈马斯领导人也在黎巴嫩被击毙 所以昨天呢 实际上以色列又清洗了一波 不光是黎巴嫩政府长 还有哈马斯的这些高级指挥官也全部清洗 就是为下一步进入黎巴嫩 扫清这个障碍 那么现在黎巴嫩方向和以色列方向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目前的情况 那么尽管拜登呢 现在声称 拜登表示 支持 击毙纳索拉 但美国现在对以色列的行为呢 也有抱怨 华尔顿邮报写道 拜登政府的官员敦促以色列 不要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地面行动 担心伊朗的报复 导致更大规模的地面行动 那现在美国担心的是什么呢 其实担心战争扩大 美国在中东的许多基地设施 可能会成为伊朗 还有什叶派 特别像野门 胡塞武装这些什叶派民兵的目标 伊朗的伊斯兰叛乱分子 可能会袭击美军在伊拉克 袭击伊拉克的军用机场 胡塞武装可能会袭击 波斯湾附近的巴林 卡塔尔甚至阿联酋的油田 因为这无人机是可以完全覆盖这个方向 那将导致与伊朗的全面战争 与伊朗的全面战争在俄欧战争这个背景之下 在和中国的竞争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现在不希望多线开打 所以他现在也不希望自己深陷中东这个泥潭 他越是这样想 以色列越要自己要获得以色列的利益 你看这个内塔尼亚胡 他知道美国人想要什么 也知道美国人 其实不希望以色列这个方向大打出手 那就和美国来提条件 那你就要容忍我的地面形容 你看以色列也在逼美国 那现在伊朗呢 实际上也在秘密的要求自己的盟友啊 尽量克制 伊朗现在也担心直接和美国冲突 所以美国和伊朗 你可以看到现在都要求各自保持克制 这就目前的中东情况 哈梅内依目前已经宣布挨到五天 敦促穆斯林支持珍珠党 目前呢 这个逊尼派的内部其实也并不团结 纳斯罗拉死了以后呢 伊朗伊斯兰革命队的副指挥官 尼尔福鲁山也被杀 那么在伊拉克 在叙利亚境内这个什派的武装呢 公开反对以色列 表示呢 伊斯兰要抵抗 要攻击以色列和盟友 但现在真正能攻击以色列 只有野门胡塞武装 真正做到了攻击以色列 野门胡塞武装今天呢 又对这个美军的目标进行了空袭 还击落了一架这个美国的MQ-9死神无人机 这个MQ-9是被击落的第十一架无人机了 已经被击落第十一架 美国今天对野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油田进行了轰炸 这是美国联合以色列 对野门进行的轰炸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MQ-9被击落 第十一架 所以现在也就是野门能对以色列真正有威胁 你像伊拉克、叙利亚 这些国家呢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实业派都是观望态度 那现在中东的逊尼派国家 像沙特呀 像这个巴林 科威特呀 埃及 这些逊尼派的穆斯林呢 现在没有参与实业派和以色列之间冲突 他们都在观望 那现在主要还是批评以色列 并哀悼纳索拉去世 所以现在穆斯林的实业派和逊尼派也并不抱团 另外逊尼派的内部呢 其实也是有力量差距的 那除了伊朗和野门之外 其实没有力量直接和以色列对抗 尼巴嫩 实业派 逊尼派 包括基督教的一些政党 任何一个政治派别 都在纳索拉遇害 表示支持珍珠党 但 中东地区的亲西方团体选择什么 所以这也是以色列现在选择进攻 尼巴嫩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现在趁这个机会 就你各方的其实没有统一的时候 我快速的消灭尼巴嫩 包括这个伊朗的势力 在尼巴嫩珍珠党建立这些指挥体系 我利用这个节点 我快速消灭它 所以出动地面部队 对尼巴嫩珍珠党重创 那尼巴嫩珍珠党呢 他的高级指挥官呢 也因为这个BB机爆炸事件啊 实际上呢 他的整个指挥体系也受到影响 现在看呢 很难和以色列地面部队直接开战 伊朗现在是被挤压的啊 伊朗现在正在被以色列啊 利用这个尼巴嫩事件挤压伊朗 因为伊朗如果再不报复 那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 他就没有任何信誉了 就是以色列啊 已经突破你的底线了 而且把你的高级指挥官 珍珠党这些指挥官一一暗杀 只有伊朗没有行动 那以后谁还要跟你伊朗办事呢 对吧 所以现在伊朗呢 他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所以也是美国担心的啊 如果再逼伊朗的话 可能伊朗真出手 真出手的话 那个地区局势要升级 最后还是要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 能不能进行这个私下的沟通 来达成一个协议 那里巴嫩南部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以色列军队呢 已经集结完毕啊 可以看到啊 大量以色列坦克 尼巴嫩军队呢 正在从南部地区撤出 也就是以色列 可以看到 这是尼巴嫩军队啊 连夜撤出南部 那么以色列今天呢 很有可能会 在未来的这个48小时内啊 大规模进攻尼巴嫩南部 整个中东地区 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那再结合着现在 整个这个世界的局势 如果中东战争真的爆发 利益战争爆发 以色列和伊朗 真的公开开战的话 中东的油价 石油的价格 再加上现在 你看到这个美国 也包括中国 现在非常火这个股市 可能都会有影响 那么一旦美国呢 深陷中东泥潭 他就必须出兵支持以色列 那这样的话 逊尼派 史业派 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态度 也值得观察 还有一点 如果美国深陷中东这个泥潭的话 那么给俄罗斯也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所以这场冲突 中东的这场冲突不可避免 以色列也希望 那么现在就看美国怎么和伊朗能够达成一个平衡 是伊朗不参与这个中东 黎巴嫩这个冲突 那保证了伊朗和美国 还有以色列之间这个平稳 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在观察 那以色列的军队呢 现在特种部队已经进入 很快地面行动会开始 我呢会持续关注 后期有更多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大分享 我们下期见